我们这个楼顶种蔬果 现在五月份主要是瓜 楼顶种西瓜有技巧 注意四点就能够收获又大又甜的西瓜 第一是注意选择品种 早春种西瓜选择的品种很重要 我们这里是广西北部湾 四五月份是宇宙 选择皮比较厚的品种不容易榨瓜 因此我们选择黑美人 我们每年二三月份选择 种黑美人效果都是比较好的 种其他瓜就容易榨瓜 第二点要注意的是 西瓜到底是种植生苗还是嫁接苗好 我们建议是西瓜最好是种嫁接苗 嫁接苗它的抗病性比较好 如果是植生苗的话 会出现很多的问题 特别是病毒感染啊 碳疾病啊枯萎病啊 这些问题会很多很难处理 如果是种嫁接苗这些问题就比较少 看在三月中旬的时候 小虫移栽的这个西瓜苗就是黑美人的嫁接苗 把它套种在生菜地里边 三四月份的时候 我们菜地里边也是种有很多蔬菜的 当时没有藤的地出来 那么就把它套种在这些蔬菜地里边 等蔬菜已经吃完了 瓜也能够长起来了 这个也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 第三点注意用生物菌来防治病虫害 现在呢生物菌防治病虫害要注意那个温度和湿度 这几天的温度是22度到28度 主要刚好合适一些 昨晚和今天早上都下雨雨 湿度有80%以上 环境很适合生物菌的繁殖 因此大家使用生物菌要注意使用的温度和湿度 才能够发挥最大的效果 用到的生物菌和使用方法是 哈赤木梅菌 10克左右的哈赤木梅菌 加入一桶水 大概30斤左右 枯草芽包杆菌 再加入10克的枯草芽包杆菌 放羊黄 最后加入15克的矿岩黄斧酸甲 作为哈赤木梅菌和枯草芽包杆菌的营养 这两种生物菌加上矿岩黄斧酸甲的套餐在 西瓜的幼苗期和开花结果期 各用2到3次 就能很好的防治西瓜的病害 而且能够撞根撞苗 第四个方面就是要注意西瓜的肥水管理 我们楼顶是用有机肥来种植的西瓜也不例外 现在加入的是发酵好的咖啡加遗产肥 和发酵好的羊粪和鸡粪有机肥 还加入了草木灰作为加肥 我们是不用化肥种植的 全部是有机肥种植 平时也是淋有机肥水 这个养贵肥水 另外要提醒的是成熟期的时候 下暴雨最好能够拉一下椅盆遮雨 这个西瓜 这段时间经常下那个暴雨 现在我们给这个西瓜棚盖一个椅布 塑料膜 因为现在我们又种第二批的西瓜 它也有包边的 有绳子 有洞可以扎得到 不锈钢的链式链条 我们作为刮棚 拉防蚁布这种也容易拉 所以这个链式链条拉 在上方拉刮棚架还是挺好的 防蚁棚 这种防蚁布也是比较方便的 它四周是有包边的 一泡的雨在这里 今天雨水特别多 暴雨特别多 平时是饱那个西瓜 饱这几个 等它熟就拔了 学习种氧技术 关注三美夫妇